不要贵啊 赔偿吧 没有赔偿的 没有赔偿的 你敢跟我们都没有赔偿 我们都会等三个讲学 桃圆机场行李转盘前方 一大群旅客气得火冒三丈 华航地勤吓得立刻下跪道歉 还是无法平息旅客怒火 你这样子很丢脸 而且你没有按机言误 还跟我们理解 行李绝对是你们的问题 一连串炮火只对地勤人员 26号凌晨2点 这群旅客从日本关系机场 落地桃圆机场 可是不管怎么等 就是等不到行李 敢等三个小时 原来当时受凯米台风影响 航班大乱 凌晨1点到3点之间 一次涌入22架班机入境 工作人员来不及处理 如果是一般家庭来讲的话 如果有带小孩来说的话 行李的延误等了两个小时 当然是非常的疲惫的一件事情 而且台风问题逼不得已 所以还是可以体谅 挺有可原的感觉 当时华航力情出面安抚旅客情绪 但一开口就说没有赔偿 只能站在这里随便旅客怎么骂 这样的说法让旅客再次暴动 我们不是要骂你 我们骂你才骂你 骂你不是这个东西 淘秦公司回应 其实台风天已经有加派人力 但航班太过密集抵达 作业量暴增 超过上周同时断的一倍 耽误旅客时间 他们声表歉意 后续会检讨改进 人力调配 TBN新闻林志伟 蔡星宇 桃园员采访报道